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近期 安徽省蘇州市公務員局公布的 2024年度公務員擬錄用人員公事名單中 有位名為蘇貞考生擁有博士學位 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 擬錄取林碧縣鄉鎮機關基層崗位 隨後 有網友爆料了蘇某的就學經歷 更是讓人驚掉了下巴 應該說 蘇某已經不僅僅是別人家的孩子了 他是屬於學霸中的戰鬥機這種類型的學生 本科畢業於中科大物理學院 曾獲得郭沫若獎學金 據稱 這個獎學金含金量非常高 獲得者大多去往國內外一流高校或研究所深造 蘇某在沒有畢業前就已經拿到了包括 斯坦福大學 加州理工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全額獎學金邀請 後來 他選擇到QS大學排名全球第五的斯坦福大學讀研 拿的也是高額獎學金去的 所有這些光鮮的履歷與其當下選擇報考鄉鎮公務員對比愈加強烈 從網上評論看 多數表示不理解 想不通 無獨有偶 今年4月 杭州輿航區公務員 錄用名單公示引發熱議 名單上公布的錄取者均畢業於國內知名高校 如中央財經大學 復旦大學 廈門大學等 在這之中 有一個名字格外引人注目 一名被杭州市輿航區教育局錄用的女性 公示職位為教育管理一級主任科員 其畢業院校一列 清楚地寫著哈佛大學 再往前 也有世界名校海歸上岸鄉鎮 街道辦公務員的報導 如歇魯大學畢業生成為鄭州郊區某鄉鎮公務員 近日 還有一名東京大學碩士 同樣進入了安徽某街道當公務員 近年來 名校留學生考工考編的消息越來越多 除了常規的國考與升考之外 依據相關數據 近幾年包括北京 上海 重慶 廣東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區 已經對歸國留學生開放了定向選調 前不久 上海的公務員招聘擬 擬录用名單顯示 留學生占比也非常高 這連招聘關於留學生就業意向調查顯示 有74.4%的留學生認為 海歸群體中存在著考工熱現象 這一數據不僅反映了當前留學生就業觀念的轉變 也進一步印證了考工考編確實已經成為了很大一部分留學生的就業追求 有網友說 海外學生也不過就是回來找了個基層的體制內的職位 大家都在感嘆 花幾百萬走體制外路線 結果到頭來 還是要回來擠破頭去爭一個工資不高的體制內基層崗位 海外名校的學歷已經貶值成這樣了嗎 就業形勢已經如此艱難了嗎 數據也在佐證海歸學歷的通貨膨脹 據中國教育部統計 1978-2019年 留學回國人員累計達423.17萬人 但僅是2020年這一年 這個數字就達到77.7萬人 同比增長33.9% 此後兩年每年都在增長 2022年 這個數字突破100萬 同年 全國還有1076萬畢業生開始慢慢求職路 這意味著 社會要為他們提供1000多萬個就業機會 但問題是 社會能提供這麼多崗位嗎 依據中國世界青年峰會聯合列聘共同推出的 《2023海外留學人才就業發展報告》 在畢業後尋找全職工作的留學生中 有84.21%的人打算回國找工作 同樣 全球大型招聘平台領因發布的 《2024中國留學生歸國求職洞察報告》 高達84%的留學生選擇回中國工作 2024年3月26日發布的《2023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顯示 在回國求職留學生中 留學國家佔比最高的人是英國為40.7% 其次是澳大利亞和美國 在留學生回國求職時 他們最關注的是薪酬福利 佔比高達74% 其次是關注企業文化的留學生 佔比為37% 比2022年增加了9個百分點 報告中有一項求職意願的問卷調查 目的是瞭解海外留學生畢業規劃首選 結果顯示 位居第一的是考職業資格證 佔比30.33% 22.56%的留學生計劃直接就業 找一份全職工作 17.73%的留學生意向考工考編 但同時 有超過9成的海歸表示 回國求職有壓力 壓力源於現目前國內的優秀人才越來越多 職位少 需求大的情況下 留學生的就業空間不容樂觀 許多留學生也同樣認為 自身的優勢已不如以前突出 從智聯招聘2024年第一季度 各城市的平均月薪來看 上海 北京和深圳的薪資位列三甲 最高的上海平均薪資是13617元人民幣 雖然國內企業為海歸們提供了更高的薪資待遇 但是離預期還是有一些差距 有34.5%的人認為薪資是符合預期的 有38.5%的人則認為薪資是低於預期的 有19%的人認為薪資是遠低於預期的 即便是薪資不合預期 工作不合心意 還是比那些找不到工作 從海歸變成海費的留學生要好 豆瓣上 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小組裡 雲集了許多海歸精英 這個小組居然有將近5.4萬個會員 小組的簡介這樣寫道 歡迎海歸留學的失業失學者加入 翻了翻組內的討論 大多是對就業壓力的傾訴 對生活失意的無奈和對未來生活的迷茫 有人自嘲說 父母花了幾百萬供我去留學 回國就業即刻失業 QS前50畢業找不到工作 回老家考工考編 還來得及嗎 他們中有些人在二線城市 只能找到月薪五六千的工作 有人回國後家裡蹲一年考工 有人去應聘瑞幸咖啡 有人說 曾就讀國外知名大學美女碩士 連投100份簡歷 沒找到一份工作 痛哭質疑自己是失敗者 也在美國拿到工作簽證的海歸小夫妻 回國後卻雙雙失業 成了無收入的加里敦 還有一人是悉尼大學碩士 曾在當地工作並取得優異成績 卻在回國面試時遭HR質疑 入職後被當作實習生 僅工作一天便離職 一位同學發帖說 英碩一年真的像是人生中最大的轉折點 從此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在這個五萬多人的小組裡 這句話統領的精神指向明確 不是我想躺平 只是沒有公司願意要我 一些海歸發現 即便自己願意去小公司 小公司的領導提出的第一個質疑也是 國外回來的人 能願意加班嗎 相對於找不到工作的海費來說 公務員的待遇更是讓他們望塵莫及 據估計 浙江省公務員人均收入估計達到36.04萬元 按照職位來看 科員應該是在22萬左右 副科25萬左右 政科28萬左右 處級36萬家 另一方面 進入體制 35歲能夠保你到退休 退休後還有豐厚的退休金 但是在企業 35歲被優化的可能更大 儘管你名校光環加深 最後的出路都可能指向滴滴司機或外賣員 陸媒在一篇報導中寫道 過去 編制被很多年輕人瞧不上 被認為工資低 工作單調 沒有挑戰性 然而 網路上一句宇宙的鏡頭是編制的熱梗 讓劃風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時下 越來越龐大的考工考編大軍 越來越多的打工人投身編制洪流求上岸 以及無數網友口口相傳的一句熱梗 儘然正在印證這樣一個事實 編制似乎才是年輕人心中永遠的神 最近幾年 編制熱高燒不退 根據國家公務員局公布的有關數據 2024年國考報考過神人數達303.3萬人 較上億年度增加了43萬人 競爭熱度最高的前10個崗位 暴露比均超過1700比1 無數人甘願泡在考邊的海浪中 等待可能到來的上岸 用上岸代指考工 最初是上世紀香港的說法 彼時香港經濟經歷了遍地黃金的高速發展期 年輕時下海撈金 人到中年拼出了有房有車有股票的中產身價 就考工上岸了 理想的配置是拿一份公務員工資 有一兩套房子收租 美滋滋 上岸本來是個體完成階層月遷的勝利宣言 是奮鬥終點的半退休 卻成了這邊大學生走出校門的第一選擇 是一步登天的宇宙鏡頭 這多少有點荒誕的意味 中國大學生的上岸熱情 冠絕全球 大學生考公務員意願的人數比例 美國是3% 大政府的法國也只有5.3% 而中國則達到了15%以上 另外 還有50%左右的準備進國有企事業單位 也就是說 三分之二的中國大學生選擇體制內的鐵飯碗 雖然民營企業提供了80%的就業崗位 卻並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 同樣令人唏噓的是 近日 多索高校發布畢業生就業倡議書 呼籲畢業生不要只盯著考工考編 而因調整就業期望 到中小企業和基層就業 不過 這些倡議並未引發學子們的共鳴 許多人甚至認為 反著來就對了 列聘2024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報告顯示 2024屆高校畢業生入職央企 國企 政府單位意願佔比48.04% 其中最理想崗位類型為公職類 年輕人竟體制熱情高漲 考工上岸似乎成了很多人嚮往的伊甸園 一句宇宙的鏡頭是編制 畫裡帶著幾分調侃 也流露出幾分嚮往 反映出了當代年輕人對當前就業壓力深感焦慮不安 以及對未來不確定性上一份保險的心理 成為體制內議員能抵禦不確定性 以前35歲正直壯年 現在35歲害怕被裁員 被現實磨平了棱角的年輕人 開始興奮平平淡淡才是真 認為穩定壓倒一切 掙錢不易 後疫情時代人們不敢輕易去嘗試 肩上自有千斤蛋 承受不起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追求賺多少錢 圖的就是安安穩穩的上班 不用擔心吃了上頓沒下頓 這也是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另外 當前並不友好的就業環境 不斷挑動著人們的焦慮情緒 人們害怕內卷 擔心一不小心就失業 比比皆是的996 007加班文化 不期而遇的中年危機 突如其來的裁員潮 加劇了打工人無處安放的焦慮情緒 這種就業市場硬撐下 公共事業部門因低風險 穩定性 儘然已成為年輕人心中的模範雇主 能給人稀缺的安全感 在父母一輩眼中 普遍將編制加上職業濾鏡 認為體制內就是一份好工作 較之於一般的中小企業 編制內工作 穩定性與安全感 社會地位與認可度 還有職業發展和福利待遇 都讓這份工作自帶buff 上一代人走過動盪的年代 他們對安定和保障有切身體會 他們希望後輩不用像自己一樣顛沛流離 可以憑藉編制過上體面的生活 可以說 追求上岸這一現象 本質上是在特殊的環境中 人們降低自我預期 追求一種職業穩定性和安全感 企圖以穩定性抵御未來的不確定性 流露的是個人在職業規劃中 尋求自我避險的一種防禦心理 但是編制之路並不容易 扎堆求上岸讓這條路變得異常擁擠 還記得日前那篇讓社會各界震驚的 《一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這篇文章嗎 這名餓死在出租屋的外地女孩 一個考編屢戰屢敗的失憶者 就是一個不停地想要跳上岸的掙扎者 在中國 異常高的考工意願造成了異常低的上岸率 2023年僅國考就有250萬人報名 競爭3.7萬個國家公務員崗位 再加上20萬地方公務員崗位的競爭人數 最保守估計 中國的考工大軍也要達到1000萬以上 與應屆畢業生人數相當 而國考的競爭比 按資格審核通過比計算 超過了100比1的大官 實打實的百里挑一 而在一些地區 考編的競爭更是慘絕人寰 說是千里挑一都不為過 2023年 河南鶴壁市殯儀館招錄一人 竟有1508人報名 僅次於鄭州市檢察院後勤服務中心的1560比1 2023年 廣東省單位同考最終報名人數57萬 同比增加了10萬 按照人口比例計算 廣東的考編熱情比河南還要高兩三成 競爭比最高的職位為深圳市工業展覽館綜合部一職 競爭比為1815比1 而上岸不是通向幸福的康莊大道 而是弱水三千的命懸一線 202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 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第一年的港位流失率高達50% 第二年更是高達75% 看上去 只有鐵飯碗是最牢靠的 2023年 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2萬0698元 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8340元 鐵飯碗的收入是體制外紙飯碗的1.7倍 說不香 肯定是假的 現如今 喝過羊墨水的世界名校留學生都回國 捲起了考工考邊 想要捧起這個鐵飯碗 究竟是學歷貶值 還是就業變難 在社交媒體上 一直是經久不衰的話題 也有人發出靈魂疑問 哈耶普斯麻的終點 難道也是考工嗎 按照目前的經濟形勢和就業環境 花費數百萬喝羊墨水是絕對的虧本生意 不少留學家庭都開始陷入迷雾中 畢業出來找不到好工作 留學到底值不值 這對於還在海外念書的留學生 正在求職的海歸和他們身後的家庭來說 這是一個值得慎重思考的問題 據彭博新聞社網站今年4月8日報導 下個學年就讀美國長春藤聯盟高校的標準費用 將突破9萬美元 比如就讀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費用 已經遠遠超過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 每年的學費 雜費 住宿費等費用 預計高達92288美元 就讀康奈爾大學的費用將超過9.2萬美元 達特茅斯學院和布朗大學的費用將超過9.1萬美元 就讀名校4年下來基本需要260萬人民幣 即便是以上海月平均薪資中位數1萬1千元來計算 一個留學生需要不吃不喝的連續工作20年 才能把這4年的留學費用覆蓋掉 不怪有網友說 留學已經不是教育投資 而是一種教育消費了 一名英國名校碩士畢業 考工多次落榜的留學生 奉勸還沒有回來的人 提前做好心理建設 多練練 抗壓能力 留學期間遇到的困難和未來就業的壓力沒有可比性 他同時也提醒 有計劃去留學的年輕人 一定要謹慎 謹慎 再謹慎之後 再做決定是否要去留學 是啊 回家考編制的浪潮中 又有多少人能如願上岸呢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贊留言並轉發 還有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